意象怎麼觀察 對剛才講手機不見 柯文哲以前最喜歡懷疑他身邊的人 你是不是CIA派來的 常常這麼講我都被懷疑過 是不是CIA派來的 其實這件事情是國際大事 如果真的手機被竊 而且在美國的機場手機被竊 是一件國際事件 他是臺灣的總統候選人 手機裡面有多少的資訊 多少的秘密 結果你在舊金山跟洛杉磯的海關裡面 不是臺灣 你說臺灣就算了 你在台美國的海關 那CIA不嚇死 說是不是我CIA人幹的 還是誰中國人幹的 所以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們第二天馬上澄清 沒有所謂偷竊的問題 就是單純遺失 所以他已經證實了 他是不是說謊 就是說他不敢再把這個議題 炒作下去 炒作這個議題會引申更多的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 可能是他沒辦法控制的問題 那其實最簡單的來講 就跟林北好友一樣 就是為了毀積滅陣 然後毀積滅什麼陣 朱立倫跟侯友宜就很聰明 趁的時候沒有人提藍白河 而且在拘弱勢的時候 開始趁聲量 趁阿伯手機失竊聲量 朱立倫就說 那裡面有好多我們藍白河的機密 就開始講藍白河這件事 是不是你柯文哲曾經承諾過國民黨什麼事 或者是在之前你民調比較低的時候 你在跟朱立倫或侯友宜的對話裡面 被錄下來什麼東西 或者是什麼樣的耐紀錄 這些都是可被懷疑的 這也是國民黨開始在這一局裡面 撿到槍 因為阿伯真的蠻厲害的 他透過藍白河這件事情 民調這件事情 他不斷的放風聲 而且是讓所謂的藍白不合團結的責任 推給國民黨 那推給國民黨之後 他的民調也因此而上升 所以他現在就說我們比民調 我現在民調連美麗島電子報 得罪過的吳子佳董事長 都做他是第二名 而且超過侯友宜將近4%到5% 他有這個底氣 說我要跟你比民調 叫五加民調 但是我要提醒柯文哲一件事情 蔡明彥國安局局長 在立法院背詢了說 中共有介入所謂的公關公司 做民調這件事 所以你們做民調找五加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 要詢問一下國安局局長 到底有沒有一家是中共的 如果有一家是中共的時候 到底藍白和所謂的誰政誰負 用民調決定 有沒有中共介入的因素 這個是很關鍵的一件事情 但是柯文哲會持續玩 所謂的民調這件事 因為太多可以玩了 包含什麼時間來比 要比視化還是比手機 手機民調 所以各種的方式去玩國民黨 你們現在就是不敢比民調 這件事可以持續吸納所謂的氣保的選票 在他身上讓他完成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氣保這個操作 那國民黨就玩 玩到最後的時候雖然沒有核 但是國民黨已經被柯文哲玩完了 我覺得是說國民黨如果現在 要對應柯文哲這樣不斷的用民調逼迫 其實最重要一件事情 叫不要理國民黨 侯耳瑜做法是對的 因為你的底氣就不是在民調上面 國民黨的底氣就在你的縣市 在你的組織基層 所以動員你的組織基層是對的 而且根本不用理柯文哲 你只要跟他喊一句 現在開始進入叫做藍綠對決 我最後在國會裡面 如果我跟你加起來過半 我們組聯合內閣 這個才是國民黨應該要做的戰略 所以柯文哲今天也開始知道說 國民黨開始會不理他 或者是因為手機裡面 存有太多秘密的原因 所以他今天開始不提所謂的民調了 開始提所謂的內閣制 但是內閣制 你要講內閣制 你要跟人家用行政院長 實質的行政院長 去換總統這張門票的話 也不是不行 但是不要去侮辱台灣 這30年的民主 叫做總統帝制嘛 柯文哲現在民調總統的支持度 如果60% 他一定總統制幹到底 沒錯 他這個人的個性 就民調再跌20% 他就覺得內閣制對他有利 就這樣子 沒錯 其實柯文哲從頭到尾就是很簡單 哪個遊戲規則 對我有利我就喊那個 所以他只是暫時性的支持內閣制 他如果今天民調60% 70% 他一定總統制幹到底 而且他我認為 他知道自己不會獨立參選總統 所以他已經開始喊所謂的實質內閣制 行政院長這個實質的總理 來跟所謂國民黨或郭台銘 來換未來的合作可能性嘛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看得懂 柯文哲今天喊內閣制的目的 其實他已經幾乎是希望能夠退出來 再退出來跟郭台銘合作 還是跟國民黨合作 這個牌出在柯文哲自己的手上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他說訂閱按下小鈴鐺